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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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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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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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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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好 也在路边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不错 前面还有只超大的皮卡丛 这边人好多呀 有人说大家都在这边拍照 我也假装可以 然后这边人好像都在拍照 非常多的游客都在这边拍照 这边好像又进入了一个胡同底 门口这个小哥好逗啊 我们去看一看吧 哇 这里面真的好大 我已经来蹭一蹭空调吧 因为外面实在太热了 好多人 各位 我刚才已经从天字房里出来了 其实天字房我逛了没有多久 我就大概绕了一圈 我发现好像真的不是太适合我的口味 可能看个人口味吧 然后我现在有点饿了 然后我刚在里面也没有找到特别想吃的东西 但是我刚才在天字房的门口的那边 看到一家店好像还不错 反正天字房里面我觉得一般般吧 也没有什么客户 我在路边 您直接过来就是 而且里面到夏天人真的非常多 也非常的热 我觉得一般都不推荐 我们可以去其他人比较少的地方 嗯 因为在天字房里面 其实本身吃的选择看着挺多 其实也没有多少 跟全国大多数景区卖东西也一样 所以我们来外面看一下 来个芥叉肉大馄饨 来个芥叉肉大馄饨 我想到今天天字房的这个 以前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进去逛了一圈之后 完全找不到北 然后东逛逛西逛逛 然后就虾逛一圈 然后我就出来了 那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真的好大一圈 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活动 就像饺子一样 颠覆了我的认知 好烫 好烫 芥叉原来是这种味道的 还是我第一次才吃这个芥叉 好像是以前没有甜蜜的口味 里面长得这个样子 嗯 它里面就长这样 其实我感觉跟韭菜长得好像差不多 接着 好了各位 那么今天我们这趟不算完美的甜字房之旅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能也是我一个人的原因吧 因为我觉得在这逛逛其实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有趣 也可能真的是我一个人来逛的原因 所以就很无聊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投币点赞关注收藏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 我们明天见